早上這個大陸這邊又在出招說宣布要終止ECFA134個產品的關稅減讓 那這是不是也是跟賴政府最近的這個態度有關 因為畢竟520之後從軍演到現在其實陸方一直在出招 其實政府會面對的危機 大概分成兩種一個黑天的一個灰犀牛 所謂黑天的就是你想都沒有想到突然跑出來 那這個有時候遇到就比在雙方應變的速度跟能量 另外一個是非犀牛 就是說你大概都預測它會出現 只是確確時間點不確定 ECFA停掉 這本來就是預期中的事 以目前兩岸這種狀態 所以台灣政府方面應該要有準備 我們還是非常反對大陸方面 中國方面片面停止ECFA 就表示說那你又在出招了 就表示說也不跟台灣商量 所以我們反對中國這一種 片面的這種停止的這種作為 但是倒過來你知道 其實這件事情對台灣政府方面來講 本來就預期中的事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 到底台灣政府做有什麼準備 因為最後受害的還是老百姓 賴清德在兩岸的這邊 相較於前任都使用對岸來稱呼中國大陸 但他的立場是比較堅定 他只是用中國 而且他也提到說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兩個 互不隸屬 也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其實我們也在觀察 到底 到底 中美雙方會怎麼反應 台灣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這我們都曉得 但是 這個存在的事實 要怎麼讓 讓他走下去 這也是我們要思考 當然是這樣 我們自己的政策主張是說 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當然有人說你台灣自主的定義是什麼 我倒覺得台灣自主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要維持目前現有的 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跟生活方式 這是我們的底線 那在這個底線上 底線之下 要怎麼運作 可以討論 那 作為總統 當然有對兩岸外交國王是總統的權責 今天賴總統的一些演講稿 我相信有一些部分 大家都還在觀察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一下子回答你的話 就是說 當然他沒有必要 他也沒有必要說 他要 講的話跟以前人講的都一樣 但是一樣 當他提出這個新的說法的時候 我希望他是有準備的 接下來大陸對台灣民間的各項交流 包括開放旅遊 還有陸生赴台等等 請問是否會繼續持續 我們想說的是 如果真心想要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促進兩岸的交流合作 就應該立即放棄台獨立場 停止台獨挑釁 回到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上來 兩岸觀光在賴清德上任後呈現僵局 對台灣業界衝擊甚大 台灣觀光旅遊業者日前紛紛喊話 呼籲民進黨當局6月1日能解除禁團令 恢復台灣方面組團附陸旅遊 還給觀光旅遊業一個正常營運環境 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謝謝 自去年5月19日 大陸方面宣布恢復接待台灣居民 來大陸團隊友以來 台灣方面遲遲不做回應 禁團令至今未得到解除 島內的旅遊業界強烈不滿 民進黨當局應當正視 台灣民眾和旅遊業界的訴求 為兩岸旅遊恢復正常 創造條件 有關台灣藝人表態的問題 想請問發言人 這樣子的政治表態 有助於兩岸的心靈融合嗎 如果一個人天天把祖國統一掛在嘴邊 但是卻口是心非 又或者說一個人 他沒有轉發大陸官媒的愛國微博 但是他會記掛哪裡遭遇了自然災害 並且捐款響應 我們要怎麼樣去評價 誰才更愛這塊土地 想請問發言人 台灣藝人想表態 OK沒有問題 這是他的自由 但是大家也好奇 台灣藝人他有沒有不表態的權利 你提到台灣演藝人員 我想呢 剛剛你提到了很多假設性的情況 這些情況呢 在我看來呢 多多少少 有一點對台灣演藝人員的不尊重 台灣演藝人員來大陸演出 在跟粉絲的互動當中 有一些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 說了一些話 要因為這些話被島內的一些人 扣上政治表態的帽子嗎 我們就要問了 他們沒有表達的權利嗎 是誰想要讓他們晉升沉默呢 想說或不想說 就看他們在跟粉絲的互動當中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考慮 央視發文嘛 說就是那個祖國統一不可黨嘛 那其實台灣很多藝人 就是紛紛表態的 那是不是對 這是對賴清德呢 不放心 我倒覺得是這樣 本來自由創作是一個藝術的一個靈魂 沒有沒有自由的靈魂 他很難卻有藝術的創作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政治減少去干預藝術的表演 所以我是這樣 我覺得 中國方面 北京政府方面的一些作為 對於兩岸的這種善意的交流 沒有好處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實際上回歸正常嘛 正常的交流 有善意的交流 慢慢堆疊 如果每天 你那個飛機啊 船在旁邊繞來繞去 然後 又有一種 如果人家覺得 你在脅迫台灣的藝人表態 這個對兩岸的交流都沒有好處 那我想我剛剛從大皮酸菜節那邊過來 我們雲林的酸菜鴨 絕對不亞於北京烤鴨 其實大家可以來品嘗我們 大皮的酸菜鴨 那我想 期待和平應該是我們全民大家的共識 然後我們要避免戰爭 我們希望和平 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安居樂業 應該是所有民眾的一個期待 那個五月天在北京的演唱會 會喊說 原來是中國的 那我想五月天之前 在中國也有 這個 被 呃 被 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假唱的這個事件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覺得說 這一連串的事件 這個 我們還是要呼籲 中國應該要尊重表演的自由 還有言論的自由 能夠給 這個 這個演藝團體 或個人 更多表演的空間 而不是用這種 逼 這個藝人 或演唱團體表態 表忠的這種方式 這個只是會讓人家覺得更厭惡 那我們也應該要尊重 演藝人員他們表演的自由 給予他們更大的一個空間 特別請他們來高雄開演唱會 我想這個 當然我們都歡迎所有的團體 到我們高雄來開演唱會 但是 我再三強調的重點是說 這種用 中國 我們呼籲中國停止用這種 政治的壓力 強迫 藝人做表態的行為 這個是要譴責 我們收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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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